大家好,欢迎来到咱们频道 这次解放军围台演习 很多背景 其实我看了很多台湾的 包括大陆的分析 其实它落了一个重要点 也就是金融 别忘了中美在金融战 你光看政治那些人物在那表演 其实你忘了背后全是利益 中美的金融战如可如荼的进行当中 包括美国威胁要将中国踢出斯维斯系统 这个消息一直围绕着赖兴德上台 整个全过程 还记得吧 所以等于是什么呢 中方连续三天对于美方发出了制裁 然后美国威胁要踢中国出斯维斯系统 实际这些信号你说台湾人都不知道 尤其赖兴德 这个政治老手 就是美国人禁止中国用美元 所以他们现在台湾人是底气非常足 可能大家忘记了 他为什么敢于讲台独言论这么猖狂 可能就与这个有关 中美的金融战现在是最激烈的状态 所以也不是解放军现在能完成的任务 这种金融战就不是由军事力量单独能完成的 中国大陆别忘了是连续三天对美国的进行制裁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这个背后可能就是大陆对于美国这种威胁 直接回应 大陆是从5月20号 21号 22号 连续三天 三次对美国企业相关人员进行制裁 这也是非常罕见的 520是给波音防务两家美企列入中方不可靠实体清单 对一家违反中方制裁规定的美企发出警告 21号 对美前议员加勒戈尔实施制裁 禁止和中国有往来 22号 对12家美国军工企业在华资产实施冻结 而且对美军工企业高管人员采取禁止入境措施 实际就是对美国支持台独 一个直接的回应 美方当然也报复了 美方报复中国就是限制中国的产业链 包括相关零部件 包括钦便 这是公开讲的 等于中美一直是在互相进行金融战贸易战 所以所谓的围台只是整体行动的一部分 千万不要光以为就是无头 中美一直在打 中方在实体产链中的占比是日益扩大的 然后美国还维持了所谓的金融系统力 现在是实体经济和金融领域两个都是老大 你仔细看是不是这个状态 整个国际金融体系是美国人掌握 但是他没有实体经济 实体经济是谁中国 现在是谁说了算的问题 对吧 到底是金融说了算 还是中国实体经济说了算 美国呢 禁止俄罗斯进入斯维克系统 然后呢 试图对俄实施这个经济核弹 对吧 结果俄罗斯没有崩溃 原因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 是中国掌握 等于是美国人的金融核弹没用 那就是美国现在面临一个问题 就是美元版图出现了一个bug 就是中国的实体经济 那再包括中俄的本币结算 欧亚整体进入到一个去免进程 所以对于美国 对俄资产的这个没收 全球都在加紧去免 这是一个基本面 对吧 那这种背景下 中美其实都是在 我觉得在博弈 尤其是中国的实体经济和美国的虚拟经济 正在博弈状态 台湾人意识到了 他必须要站在美国这边 因为他要获利 台独要获利 俄罗斯是个大国 他这个大国都没有 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何况其他小国了 完全可以照着 所以中国政府的能力实际通过俄乌 这场行动 完全是展现了我 就中国这个能力 美国人现在宣布准备切断中国的SWIFT系统 实际就是准备对中国动金融核弹 这个时刻我们在搞环台军 实际告诉美国人 你用金融核弹 我就用真的核弹 你能理解这个套路吗 就是你跟我玩金融 我跟你玩真正的收复台湾 统一台湾 这个金融核弹 实际上你美元霸钱崩溃了 你不让我进SWIFT系统 等于是切断了我的跟美元的联系 对吧 这等于是让所有人对中国的信用产生怀疑了 那我也让你的信用产生怀疑 就是我收复台湾 你敢反抗吗 那就大战 实际就迫不神众了 所以逼迫美国不敢动用 对中国使用SWIFT系统 这一招 包括人民币现在是在 在大规模的建立这个本币结算 包括继续在跨境的集中系统里面 这个正在多变化 这一系列行动 其实都是要围绕中国和美国竞争 就是台湾根本就没有资格站在这 跟中国谈判 你要从一个更宏大的这个视角来看 全球的霸权 不是全球霸权 全球治理结构 中美在博弈 沙利文现在看 中方连续第四起反制之后 沙利文也已经没辙了 他是连续警告 连续警告中国 美国的白宫 发表讲话的沙利文是这么说的 中国采取无理制裁的行为 表示强烈反对 而且敦促中方应立即停止相关制裁 沙利文还有拜登政府 他其实都非常清楚 他非常明白 为什么发起制裁 因为你对中国进行制裁 从中方公共的制裁名单看 受制裁的美国军工企业 这几年全是对台军售的 通用原子公司向台湾地区出售了4架MQ-9B高空震压无人机 专门负责在他海地区执行情报上搜集 通用动力向台湾出售了108辆的M1A2主战坦克 波音出售了10套的鱼叉反击舰导弹 实际都是一物巨统的明确信号 中方23年的2月份将上述军工企业 已经列入不可靠势力行当了 同时开了900多亿人民币的天价罚单 这个罚单是对台军售整个金额的两倍 换句话说 只要你敢对台军售 我就做好双倍惩罚 最重要的是 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缴纳罚金的话 出现余期的话 面临后果最可能就是 稀有金属 稀土元素等等出口就没你份了 进入名单就不会再给出口你了 所以现在看这些稀土元素 稀有金属占比是越来越高的 这些战斗机 比如F35 它现在面临的就是没有这些 没有这些中国的所谓的稀土供应 那这个时候它的军工生产一定会受影响 如果不缴纳罚款就得不到金属 这种策略我觉得看来是美国人已经意识到了 所以它现在是没有任何办法 它只能采取所谓的跟中国警告恐吓 最重要因素其实中国在多个关键领域已经实际突破了 就跟美国分定抗议了 美国人不能控制整体的局势了 现在就是它实际美国人作为原来的老大 它现在控不着场 所以中国要求就是你要在领土利益上给我让步 如果不合作的话 那么接下来可能要有更大的军事演习 主要原因就是中美之间的博弈 就是台湾这个只是中美博弈一点了 就跟这个制裁一样 所以咱们看真正的中美博弈还没到最精彩的时候 最精彩的时候是美元崩塌 美国美元彻底一分年不值了 那个时候才精彩 美联储周三也公布了4月30日至5月1号会议记要 会议记要释放的是偏英态的信息 金银铜原油大东商品名也回落 美股也是有所调整 会议记要显示说决策官员认为 这是他原文 最近令人失望的第一季度通胀数据 还有经济势头强劲的迹象表明 他们需要比以前预期的更长的时间 才能获得更大的信心 相信通胀正稳步回归2%目标 官员们讨论了在更长时间内保持利率稳定的标性 或在劳动力市场走弱情况下 降低利率的问题 而多方与会议官员还提到了必要情况下愿意加息 这是他原文 这是外媒的原文 加息信息让美联储降息的预期下调 所以金银铜高位回落 国际市场当前是围绕美联储降息预期反不吵 可以看到中美的金融博异包括美联储这轮收割 再看台海台海只是藏碍一树了 你看整个的大的国际局势动荡会改变很多人命运 台湾命运可能就在改变了 蓝星德本人命运也要改变了 所以让美国经济数据美联储议席会议 是个小贵只是个经济的错 他可能决定战争的 所以美国的经济数据越来越呈现出金融化特征 集中是给金融资本服务了 这有利于华尔街割韭菜吗 犹太资本长期在全球范围内不断的强化化语权 这个化语权的争夺一旦是被他拿到 或者是他获得绝对主导权 就割韭菜 包括经济金融包括意识形态 化语权都在场 这个是金融资本意识形态 就是全球财户再分配形态 整个金融资本的意识形态 就是再分配的意识形态 主导的世界信用货币整体的未来分布形态 所以货币的本质其实就是意识形态 既然是信用货币 信用货币实际就是你的意识 你的意识谁强 现在所有人意识是一种美元强 俄罗斯卢不弱 人类的一切活动其实都是这种意识 这种意识谁能塑造 谁就获得无限的财富 很疯狂吧 你怎么样别人觉得你是有竞争力的 明白这个道理 其实你看西方长期主导的意识形态 没有理解他在干什么 他实际在塑造自己的 每当白人出现的那种景象 那些欧美国家全是高清的 各种各样美妙的画面 到中国的全是那种案子 它实际背后逻辑其实很简单 就是在跟你进行这个意识形态斗争 实际呢 这种意识形态导致的就是新兴国家 要突破发达国家长期的盘剥 你不光要突破你的经济啊 军事啊 这些霸语权 霸权 化语权 而且还要在意识形态上突破 这就是为什么你看 赖清德很重要 对于美国人 那他要给中国大陆人民洗脑 所以中共是非常警惕的 那美国通过科技进步 包括研究革命 不断强化自己的实际经济 通过贸易保护 保护自己的实际经济 而且通过地缘危机 把欧洲人逼向美国本土 但实际上美国实际经济空音化 这个是不肯逆的 咱们讲美国这么贵的地价 什么这么高的生产成本 你去看一下 不可能有任何的实际经济 暂时产生 所以美犹太金融资本 主导的泛金融化 长期在吞食产业资本的情况下 金融利润长期是高于做实体的 这种拖时向需的趋势 很难改变 长期看美国实际经济 空音化问题只能加剧 这就为什么当年 中国一定要拖时向需 一定要禁止拖时向需 原因就是这种金融资本 如果是真的在中国做大 中国就完全是被美国金融资本 话语上给控制 你没有任何反抗能量 所以中国赶快逆转 房地产吧 但是借债的刺激 这个冲动是它必须的 它的不断的膨胀的资产泡沫 包括未来对金融黑洞的收割方式 唯一的方式就是收割中国 它收割中国前提就是必须要货币超发 然后危机货币化 转嫁危机嘛 就制造危机 这一系列决定美国通胀长期是走高的 美国通胀是不会下来的 只要有金融资本在 所以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不仅不能解决它那部问题 而且会提升通胀的 那通胀又将引导工资上涨 是否一个循环 那这个就决定了美国实力经济的成本非常高 最终是高成本 高债务可能会挤压美国国内 本身不具竞争力的实力经济 就是美国实力经济可能真的就不具备竞争力了 所以美国要依赖于高科技企业 这种高附加值高金融利润继续虚命 所以如果高科技与金融行业竞争力都下降的话 那美国经济是必然是完蛋 所以美国当前加大对科技的围堵 同时在军事金融同时给它这个护航 军事化的结果就是美国霸权的高成本 同时破坏美元国际版图 阻塞美债的转嫁路径 实际上美国军事路径 它包括债务整体的转嫁是一个恶性循环 咱们讲过它是一个恶性循环 就是你越用军事化成本越高 但是如果俄罗斯在乌克兰获胜的话 是否美元受打击巨大了 它实际美军不行了 美国当前继续向中国检验施压 让美元潜在的巨大风险 就像在中国制造这 制造业又是没有中国支撑 它等于是另一个腿又买了 支撑美元还有一个是中国的产品 美元全球扩张的主要依仗 就是中国的制造给它增进 所以如果美国长期对中国施压 一旦逼中国跟美元脱钩 现在就是它拿SWIFY的恐吓中国 实际它自己都知道这个东西意味着什么 包括中国可以收复台湾 你脱钩我就收复台湾 美元一定是全面失败的 所以那个真正的金融核弹 咱们说这个核弹 其实也包括金融跟美元脱钩 中国产品不会以美元计价 那么欧元成立以来 美元之所以能牢牢占国际 这个母货币地位 主要还是靠中国和日本两个支柱 中日构叫了全球的制造中心 而且巨量的优质的廉价的商品 长期给美元增进了 那就使得美元在欧元的博弈中最后胜出了 美欧元其实博弈最后靠的是中国 所以美国极限施压中国 就等于是自己杀自己 它是最后一招 逼中国脱离 就是大中华区脱离美元起地 那美元的母货币地位一定是崩塌的 所以这个直接中击的是美元核心 美国经济核心 它可能就回归到北美大陆 就像欧元一样 它不再具备这种全球性了 所以美元当前疯狂收割全球财户 实际正在变相的在军化 军化实际目的是抢领土 这种想靠侵占土地给美元增进 这是另一个套路 想靠侵占土地给美元增进 但他已经不相信 未来和中国会长期保持这种关系了 他认为这个脱钩 可能是未来必须要做 所以给美元找另一个毛 这个毛就是土地 他认为台湾也是这块土地的一部分 但这个对世界和平一定会造成重大影响 对不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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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